说起张艺谋,在国内导演借纳可是首屈一指,他的巅峰应该在90年代,他的活着大红灯笼、高高挂英雄这都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,葛优格大爷也凭借活着荣获贾纳影帝,很红的某女郎更是数不胜数,而且他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总导演,但近几年的作品票房和口碑都反响平平,特别是长城甚至被定为烂片。 最近张艺谋的2018年立作《影江杀青》,这是一部以三国为背景题材的影片,乐视影业出品,张艺谋指导,由邓超,孙丽,郑凯,王千元,胡军,关小彤,王景春主演,演员阵容非常强大,不知票房能不能超越《战狼2》。